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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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末年战事平仁 中国在英中贸易战争、鸦片战争 以及甲午战争中处于弱势 内耗严重、民不聊生 当时古田各地政治动乱 经济一蹶不振 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在山多地少人多的古田 山区贫穷的生活与贫瘠的土地 让古田人一筹莫展 加上土匪猖獗 连年汗烙 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于是古田人燃起了他乡谋生的念头 古田人南西亚南洋的话是因为呢 那个时候中国清末的时候 福建那一带非常治安非常乱 他们呢找不到饭吃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 逼向外发展 就是因为当时候 做监狱在沙拉瓦斯吾成功的 这个肯治的工作 所以教会跟英政府 再一次认为 需要在所谓的西马 那个时候马来半岛 也需要找到一个的地点 来做这个肯治的工作 那时候因为斯吾 当时他们找的那个地点呢 比较低洼 那么所本来种的稻米 因为有很多的低洼 还有很多的肯治的工作 受到很多拦阻 所以这一次呢 他们想要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地点 所以就在所谓的马来半岛 找到这个斯吾万 这个的地方 那么这样子一个的招牧呢 就构成了这一个 所谓的早期在斯吾万的 这个肯治的一个开始了 二十世纪一时 在古田民间扎根已久的 基督教新教美以美教会 王乃堂牧师及林称美牧师 发起号召福州人 前往当时殷殖民地 陀罗州的施屋 以及马来半岛的石兆园肯荒 许多古田人听到夏南洋的号召时 心里充满矛盾 主要是马来亚这边 他们需要一群人种稻 那时候马来亚半岛的霹雳州的稻米 生产量不够 那时候英国人因为在沙拉越 前两年已经成功把福州人 移到沙拉越时务的时候 他们这个成功的例子 他们就相信福州人 福州人以及古田人 可以为他们解决这一个难题 那么招募的时候呢 在中国也遇到很多困难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懂了 这个卖猪仔是很流行的 所以他们就不很相信这些东西 他们本来也是要招募一千个人 但是真正也难以招到一千个人 因为就是在这些种种 当时候在当地 也流传了一些所谓的不好的消息 那一封信写到 这个霹雳斯丁湾这个地方 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他说呢 有虫 摇了 你会死 老虎的话呢 会吃你 所以说 劝他们不用来 那么这一封信影响非常厉害 当时的话呢 一千多个人的话呢 有一半差不多推出来 因为当时教会在福田已经 生根蒂固 已经有了一定的组织 特别是每一每会 所以因为牧师带会有的关系 所以他们赶过来 开始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信心 但是当时候呢 有透过三八五十牧师的说服 因为当时候 他是当地的一些的牧者 所以他们有了这样一个信心 开始就启程到南阳 或者到斯大湾来 所以这个计划可以讲是一个 由外来组织安排的一个移民计划 并不是个别的移民计划 而是有组织性大规模的移民计划 1903年8月15日 林承美牧师带领484位古田人 及其他福州先贤 乘丰盛号飘洋过海 寻求美好的生活与未来 从福建马尾的航程 令人闻之色变 这是因为闽江水流和大海交汇 波涛翻腾的海上饱受折磨 五人死于途中 十二人在祸乱肆虐时 在新加坡圣约翰岛猝死 另有104人在新加坡失散 1903年9月 最后登陆十兆远的只有363人 男士236人 女士72人 另有55小童 千� hub 2010年5月 三one 二 base 六百大海 叫我个岑 老是 そう 三岑 高高青 高高 你 唯一 虽然 出师 我们当时没有床位,全部睡在家旁上。 在这些生物中,我们还在房间也在房间, 我们在房间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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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會留在那裡 我會說 那我會說 在這裡 我會說 我會說 連其他黑色的 都可以做這份生意 在我 什麼都可以做這份生意 可以做的 我會說 我會說 我們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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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辛苦了 这里我 去世纹南越马来西亚 所以千万千里 千万千里到西条湾的港口 这个港口里有很多人 有这么少人 三马来来三年 有这么少人 那里所以有车 那里有减多 这些港口会少人 有这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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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田仙贤底部后 被安置在九间厂屋 在极恶劣的环境下 居住长达六个月的光景 他们登陆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登陆的过程 是不容易 他们居住在这地方 他们跟英政府 已经有了一个协议 所以英政府已经在这里 为他们预备了一个简陋的 所谓亚大屋居住 那么在这里可以说是 我们有称这里的地方 就是一个肯长区 肯长区就是英政府所预备的 一个居住的地方 在这里他们就 可以说是四位 都是一个森林 所以他们要在这地方 开始做开垢 如何来做这个砍伐树林 砍伐树林 才能够预备做 所谓种植 稻米等等 所以我们在这地方 没有成果 因为 这个政府 承认他们 所以 在这地方 是四季 但我们在这地方 没有成果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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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田先贤 他们心中 甚至自己 将成为拓荒者 离开家乡时 不忘带上一把 轻银绣服 或沉甸甸的铁锄 准备为未来的生活 开天辟地 古田人 古田人来的时候 可以讲的是 生五分文 只是带了三个头 一个头的话 就是这个头 另外一个头的话 就是锄头 再来一个的话 就是斧头 因为那个时候 锄八的话 一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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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锄头的去翻 所以用锄头 跟斧头 斧头的话 那个时候 要砍树 所以斧头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生活工具 面对遍地荒山树林 古田人如何凭着毅力 技巧和智慧 完成肯巴的艰难任务呢 因为这些人说不容易 在马来亚 因为哪里 带着老婆老 因为这些地路 没开口 独立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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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要变化 这地方 从哪里 开这地方 当一人这些人说 这些丑人 这些丑流 因为野球 起北朝日和面 还要破口岛 野球 云野火 都消耗了 因为弄了 那些都消耗了 对了 那些技巧 没有了 都抖了 都抖了 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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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那些消耗了 那么在整个 这个砍伐 或者是啃制的过程当中里面 也有许多所谓的野兽 那么也 也有好多的人 就因野兽的缘故 而丧失生命 我只知道球 只知道队球 因为这些人有典型 有典型 因为 典型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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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典型的目标 典型的典型 典型 典型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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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 典型典型 丧手 它是要用它的 一般它的变化 您把这种变化 这种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变化的变化 为它发生变化 它是要用它 用它做好 用它 用它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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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了咖啡一片做什麼 舊的家境 舊那個家 Tribe 他個家裡會干涉 還有咖啡產生 那個咖喀脱 小食 très安ε 咖啡 Farm 再墓進去 但那他們是爬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在开垦十兆远的发展中 古田人参与开辟了头条路 二三四五六七条路等多个新区 为后代铺设了平址的道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画高7.5号 古田人的锄头宫跟斧头宫是最有特长的地方 我们知道在 包括在四根庄早期在开发四根庄的时候 也有这一种的记录是古田人 帮忙开垦四根庄 然后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地方 在彭坑州的斯维加亚的开拓 也是因为古田人在开拓 以古田人为主 然后我们从十兆远今天的那一个人口分布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从十兆远这个新路这个地方 今天的拜四街那个地方 一直到这个二条路 三条路 五条路 再到爱大华街上七条路 那么孙外网营Estate的话呢 是早期State One最早发展的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因为是外资的关系 所以设备非常齐全 那么一切的东西呢 那个时候呢都以这个孙外网营Estate做中心 那么这些呢就是呢 从Estate那边一条路二条路接过来 那么我们过去的话呢 每一条路的话呢 都接到这个孙外网营Estate的这个地方去 那么我们需要这个Estate里面的这个路呢 交通完呢 来帮助我们 将这个塑胶片啦 这些养猪的猪啦 我们从这个小路呢 挑去港口 Gambo Steewan那个时候啊 是Steewan最发达的一个城市 所有的这个生意呢都在那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一条路一直到 爱大华这个七条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居民分布 以古田人为主 然后后来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孙外网营以外的那些 那些干坡马坡啊 这个墨镇外的地方啊 都有很多的古田人 古田人的啃场面积约两千五百英亩 包括现今的甘文革大街 至国民学校后面地区 占地一千一百二十一亩 对面那个呢就是早期 把头烂掉之后呢 他们只做三半啊什么过来这边 所以呢早期的话呢 有这边现在还有呢 是这个卡斯登的这个啊 办公厅在这里啦 还有这个Land Office在这里啦 等等的 所有政府公务员 政府的这个Office呢 通通是在这一带 这个就是一千八百多年的时候 政府的办公厅来的 那个时候呢 它是建在这个河边 是因为呢 要控制这里河边的海上交通 不过呢 现在呢 已经都开始腐烂了 塑胶液情况非常好的时候 这一带的话呢 是可以讲的话呢 是非常热闹繁原的一个地方 所有因为所有State 1的人 所有State 1的交通 通通是集中在这一带地方 所以当时这个State 1的话呢 当时这个Kampong State 1的话呢 是真正是 是State 1的中心点 古田人按照原定 肯植计划 在因殖民政府倡议 种植短期农作物 开始插秧重道 然而稻米的耕种面临欠收 首次种植以失败告终 当古田人那时候来呢 就被分配到一块地 这块地就是在今天的 刚文革宣道坛 牧师楼那个旁边 就从那边开始 那边开始有一块地 大家古田人住在一起 福庆人就在另外一个地方 明后人又在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有三块地就在 大概是现在的 刚文革街上那边开始的生活 稻米的计划肯定是失败 因为这边啊 为什么失败你的吗 他们的稻米的种子 是从中国带来的 从1903年来到 一直到1910年 这段时期可以讲 肯欢的工作不成功 那么初出来的时候 他们当然不懂了 这一种季节的编后等等 他们是根据中国的 这个传统来做的 所以跟中国的传统来做的话 肯定这些东西是失败的 但是当时候 种子的稻米 是难以成功 所以也有好说的一些肯民 他们在种子的一半 或者是那些过程当中 也就放弃 英殖民政府 在1904年 向古田肯殖民 介绍种植橡胶 一位来自医保的华商 胡子春 在他大力鼓吹下 福州先民 开始了大势种植橡胶 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 医保这个华人领袖 叫胡子春 胡子春的话 其实也是这个政府 跟教会 签合约的里面的 担保人之一 他说你们种塑胶 我另外津贴给你们 那么从那个时候起的话 就慢慢的塑胶就开始成长 1910年左右 他们开割的时候 那个塑胶价非常好 是环境时代 那个环境时代 是差不多整七八年了 一斤的塑胶 大概有五块到六块的 那么那个时候的米的话 一包的话才一两块钱 所以你想看 那个时候生活怎样 拿一片的塑胶 到这个港口卖一下 你买所有的家庭的必需品都有了 那家湖是一位第一个地域 去树木 实际上 是一个试图的树木 那家的树木 搞到实际完成后 去年我们要差不多三年年 就是经营木 已经介绍了树木 那家就搬上树木 没有在一起 那家这家树木 跟荷里 提到树木 你们在一起 国际需求量暴增 橡胶大幅涨价 十兆元的橡胶叶 进入了蓬勃发展期 这时 一些古田人 开始移民至地阔人寒的 蓬亨州 甚至是泰国南部地区发展 当时 在十兆元买一英亩八地 所得到的钱 足以购买他州三英亩的土地 因为我们在七条罗里 进中 昨年再来 都在最旧 说八亿一样 是木树老 昨年说八 它就困难了 就爱到 火电进开 它就绝对 进入 昨年 塑膠的环境时代 就是从差不多1910年到1920年左右 这个差不多整十年的时间 这个的话是真正的是环境时代 是Stell 1是非常防人的时代 就变成当时因为橡胶 因为橡胶可以割 可以有收入 然后而且福州人可以砍巴 就把很多的那一个原地土地来种植橡胶 卖塑胶的时候 街上满的都是人的 满的都是人 你也懂的小贩什么 通通都来了 所以生意的话非常发达那个时候 那么还有呢 晚上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这个讲平话 讲故事 一些零零续续的东西 所以非常热闹那个时期 然后也因着橡胶的好收入 价格高 那时候国际上很需要一些橡胶 尤其是美国工业 西方工业开始的时候 他们需要很多的原产品 所以就变成一个情况 橡胶就变成一个 很惨的转捋点 古田人秦简朴素 刻苦耐劳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怀着回乡的憧憬 古田人把梦想付诸于工作 渐渐扎根十兆远 在哪里 在我们的最主要 对北方的学生 在哪里 在里面 前的工作 在里面 就是第一个 所以我身体准备焦 你不怕 是准备焦 是因为我的手机 什么 瓷穷就了 瓷穷就了 瓷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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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不放线的 棒 云童和他王仁钦 买到老人家 买到那头 买到我们 不离开 买到我们 我要吃你 买到这些 买到高兴 我来说 我回到要从这些 处理 橡胶为马来西亚带来无数的财富 虽说橡胶园带来的收入可观 橡胶收割的过程依然是血汗劳作 收入是辛苦换来的 我们做的生意也有皇后 但我们原来像是慢慢划除 那我们书在一个孀胶中 都看到了一学三年 我以前做的鸡胶都做到 我以前做的生意 因为我是居住了 我希望我一人赛来 起来他们突然间 有一个年代作的鸡胶 当时我们在离开 父亲和我们会噱 我们在社会 但我们对我们做一点 我们不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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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不过社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田肯殖民离乡背景 在十兆远的这片土地上酝酿蠢的乡愁 红酒面线俗称为福州面线 据凡喜事或闲来无事 就是要嚼上一碗香醇的红酒面线一解乡愁 1942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日军侵略马来亚半岛 导致古田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古田人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 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 那一天他们来的时候 日本兵就到街上 把所有男人 男丁 孩子 不算在里面 就是男丁通通 砍到这个爱大华的大街的路上 坐在路上面 整天给拍阳赛 到了缓分的时候 把他们一个一个 好像赶羊一样的 赶到爱大华的喜悦 是木板中的 不是好像看过血液 通过把他们关起来 关一个晚上 那么第二天早上 他们就再让他们出来 一个一个排队出来 经过一间的店屋 店屋里面有一间的 他们的办公室 里面的听说 因为我自己没有进去 有一个人在里面 戴着面具 只有两个眼睛可以看得到 如果那个人坐在里面 点一点头 那个是要被死侵的人 被他拍到旁边去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 他们抓到二十六个人去 就是要被他拍到旁边 那他说 他就像那里面 我说他在里面 他就像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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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 他就像那里面 来 那里面 在我们的医院 那么 他就像那里面 那里面 那里面 没有那么多 我一年都累了 我妈妈习家人 我们却好人家 这些事情我们都没有人 做饭的 做饭的 1941年 我们做饭的饭 只能做饭的饭 当我把饭吃到 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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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有麥芝,這次你這樣有了,要給你錢去開 我告訴你,三年八十年,要很難過,整體要過了 日本的生活都很難過 因為沒有出口,沒有跌,沒有出口 就很難過,到晚就吃了麵 日军入侵Stiawan的时候 好像把这一地所有的肯治的美丽的梦 或者是这样一种的家园 好像给了一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1942年我们知道 当时有好多的这些的领袖 乔林 这些的人主要都是在教会里面 也是一个精英的分子 他们在社区他们有很好的事业 有一些有开创他们自己公司的事业 有一些是校长 有一些也是教会的一些领袖 因为他们领导的缘故 他们在这里是个领袖 也就因为日战的时期 日本的军队主要的他们是杀机 尽喉 就是先寻找领袖 先要把领袖逮捕 杀害 才能够起这种恐吓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 适逢世界工业重新振作 橡胶价格节节上升 古田人心情开垦 一亩又一亩的橡胶园 终于带来丰收 十兆远经济起飞 许多人开始累积财富 旅游多年 这种汽车 严秦文他就带了一班人 所以他就在安生那边 他带动这边的人去安生去种 在这个香茄要旺盛的时候 这里的这一个的交价地皮也慢慢的高涨 因此他们很有这一种经济的头脑 他们就把这里的地所谓的一阴谋 两阴谋 三阴一个卖掉 他们就投资到其他的地方 因为在这里卖了一阴谋 可能到其他的地方可以买三阴谋 1914年 古田人不忘民族根本 开办啃场华文学校及古田学校 传授母语教育 古田学校在1919年 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之后 响应白话号召 易名为国民学校 此外 古田人更和其他福州先贤 创办南洋华侨中学 这一批老的一批华侨 非常爱中华文化 他们就发起办这个华校 其中古田人办的就是叫做 这个裴铭 裴铭 裴铭 这个明南人办的就叫做醒铭 新华人办的就叫做玉德 这三间华小一直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991多年的时候经济萧条 那么三间董事部应付不来了 于是三间董事呢 学校的董事就召开联合会议 大家都同意把三间华小 联合起来办成一间 那么一间就 培名就拿名字 玉德跟这个醒铭就拿这个德字 就变成名的就是今天的名的学校 古田先贤对教育非常重视 在经历了血腥二战以后 马来亚独立以前 古田先贤蒙起战后复办学校的热潮 让远在比邦的十兆元古田孩童 继续接受中文教育 成先起后延续中华血脉 为人生父的训练 原本有很多计划 毫无论医大学 因为只有一个学校 南华 发生了中国学校的学校 这一刻在1950年和1960年 任何方向你走 在马来西亚 你会找到一个学校 从南华西亚 教授在那里 古田人逐步认定了 这个交锋耶语的南洋热带国度 马来亚为他们的栖身定居之处 开始牢牢扎根 古田先辈付出毕生的努力 在比邦打拼 与世长此之后 他们的魂回归故乡 然而精神依旧存在 由后代传承下来 这里是魏里公会墓园 也是第一批开肯民 他们过世后埋葬在这里的 这个坟墓应该是很久的了 你可以从这里看到 这墓壁很粗糙 主要是用手来刻出来的 另外一个是墓壁 字已经很模糊了 可能墓壁看出来 这个是一个 字还能看出来 写到富州古田县 梅平春 这应该是一个姓雷的人的坟墓 第一批来 现在叫做 刚刚以前叫做墓室楼的 第一批的360多个 主要的人都是 苦田县的人 还有一些富州名后县的 从这个墓壁上 你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 这个人是在1938年时候去世的 第一批的开肯民 那些先贤 他们过世后 他们都是站在这个 威力工会的墓园 你看 这个人是从福建苦田 他是于1918年过世的 第一批的开肯民 1903年都是由那墓师 招募过来的 这其中 这一个墓壁 可以证明这是其中一个墓壁 他是在1906年就去世了 这墓壁也是苦田记的 我们可以从墓壁中看到 这墓壁部分应该是后来重修过的 我们这一种开拓的精神 我希望我们的新的一代古天人 好像我是属于七字辈 我们能够传承下去 我们的祖先来到马来西亚 什么都没有 他们没有很好的生活条件 他们没有很好的教育条件 他们当时也是非公民 可以讲是中国外来的外劳 他们可以开拓天地 开拓成为今天的那一种经济条件比较好 然后养育我们这一代 他们能够做到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条件 已经比他们好很多 我们今天古天人 不只是在橡胶业 传统工业 我们也有很多 很多是工程师 医生 有些在娱乐界 有些在股票行 有些在金融界 都有很大的一个成就 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成就比较好 而这种开拓的精神 那一种不怕困难的精神 我是希望 我是想古田人的下一代 应该要传播的 我们可以说 是这一个的很慌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他们好像从武到有 从森林一片荒地 开创新天地 所以开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家园 反光今天许多新的一代 都是我们成有了先贤 或者我们副业 我们拥有了一手很好的资产 产业 但今天的年轻人 我们却拥有了很好的一个产业 拥有了很好的一个基业 我们不懂得把它发展 一个更好的一个事业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代的年轻人 或者这一代的人 我们需要从这一些 肯幻的历史里面 让我们有一颗或者秉承一颗 开垦肯幻的这个精神 无论今天我们有还是没有 无论今天我们是在一个 艰难和容易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若有这个肯幻的精神 我们将会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会开创出另外一方的事业 另外一方的田地 这样的话我们的下一代 将会更美更好的家园 更美更繁荣的一个社会 我只能够劝告年轻的一辈 苦天人 只有做人呢 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说呢 必须呢 勤劳 必须呢 辛苦 必须的呢 要 发粉图强 你必须要记住 那些年轻人的患 你们都很幸运 祝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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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记 百年前 福州先贤离乡背井 飘洋过海 来到十兆远 经过了百余年的刻苦奋斗 如今古田人 在正经文教等领域 各显风华 大放异彩 虽然马来西亚的古田人不多 但盛在人才辈出 皆因古田先贤 有先见之名 很早已在经济 生活 以及教育上 打下坚固的基础 这般高瞻远瞩的信念 终于换来了 古田人在马来西亚 欣欣向荣的现况 从初始的招募肯民到进驻应许之地 这是一条充满痛苦和悲愤之路 一个特别惊险的历程 他们用无以预料的代价去换取盼望和应许 这些刻苦耐劳的生存者 他们的后代也秉承了前辈之风 延续古田之光 有缘啊 有缘人 有缘的真心一丁忌 有缘的真心一丁忌 有花应望改当时 千云你再唱 向人你倒霖 近南云的相公 对吗 对吗 我再给谁 打 Options 有緣的真心一掌忌 人看英文改當時 千人你載唱 兩人你都亮 近南的相公 將人欺負我代代唱 人們的乖代代唱 為難為難為難 為難為難為難 啊